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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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今年4月的時候 我上傳了這條新手使用GoodLooks 5 這條影片都有14000多個觀眾看過 很感謝你們 而在這條影片裡面 也會有很多觀眾留言 問怎樣可以製作貼紙 怎樣下載日曆格式 貼紙怎樣可以退離 各式各樣的問題 到現在仍然會有這些問題出現 我自己剛剛拍這條影片的時候 其實我是真的一個完全新手 我簡直連iPad都沒有用過 我就在這個韓國的Youtuber 叫A-Hong 我也是在他那裏學回來的 經過了由4月到現在 大約是5個月 多一點 我自己基本上每一天都會用iPad 我除了寫日曆之外 我最主要用GoodNotes 就是用來學我的語言 所以基本上我每天都會用GoodNotes 經過了這幾個月的學習 使用 今天會更新一條更新版的使用方法給大家 就是集合了我這5個多月來的自己的心得 更加方便 快捷 可以了解到怎樣去用GoodNotes 在開始之前 就想介紹這個 Apple Pencil的Tips 它是148元 有4顆 其實我的iPad是4月左右賣 其實現在也是10月 我的筆頭的這個位置已經是看到鐵 因為太小 所以應該是拍不到給大家看的 所以如果我不換筆頭 我一直刮下 iPad就會刮刮聲 所以就要換了它 我不知道我用幾個月就已經這樣 是誇張 還是寫字大力 其實我寫字都沒有大力 還是我人以計 所以就打了拆 by the way 我現在就換了筆頭 順便可以開這個給大家看 因為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買過這個Pencil Tips 如果我到時有需要 其實可以在Apple賣 就148元 這裏就有得開的 扭開這個 扭開這個 就完成了 事不宜遲 我們現在就開始講那個GoodNotes 開了GoodNotes 最多人問就是這個把毛在哪裏下載的 這個下載的連結我會放在下面的留言位置 就是韓國的A-Hong YouTuber Share分享出來的 按下載的連結就行了 好了 我們現在開始講第一個Local 你按進去之後 你就會見到分開了兩角 其實它就是放大了一個位置 方便你寫字的 但譬如現在這個Daily 其實它的框都這麼大 其實就不需要放大這個Item 因為其實就沒什麼意思 但如果你用到什麼的時候 你用這個放大 就會有用呢 例如像這一種的紙張 其實我的格子真的很小 如果你要很精準地在格子上寫 你就可以按這個Item 按這個Item 你就會見它抹開了 你到時就可以很精準地在格子上寫字 就是這樣 所以其實這個Item 我覺得是適合一些比較細的 紙張的格子 或者一些線條 如果你說好像剛才我們這個Daily 其實格子都這麼大 你就不需要用到這個功能 你按回去 因為反正你都可以放大這裡寫 那就沒有需要用這個位置 到第二個就是筆 你按開了筆之後 它就會有鋼筆 原子筆 畫筆 這些大家自己去參詳 因為都沒有什麼特別的東西 但是筆另外的這一邊 另外這一邊你會見到有三個圓圈 還有在旁邊有三環 這個是我們做什麼呢 就是呼應你的筆 筆的粗幼 你可以在這裡調整 方便你一寫的時候 譬如你要轉那個筆的粗幼 你可以直接在這裡轉 就不需要再調整 顏色也是 如果你自己是有常用開篇的一隻顏色 你可以先設定 顏色除了可以在這裡設定 你還可以在自訂 自訂很簡單 你就選擇你自己想要的顏色 如果這裡沒有對的 你就可以在調色盤那裏再調 再不對的 其實可以上網打顏色號碼 它就會出了很多顏色號碼出來 你選擇你自己想要的顏色號碼 你就直接在你輸入號碼 然後按加好 你就可以新增一個你自己的顏色 所以你見到這裡預設直 其實有一些就是我上網找的顏色號碼 我喜歡的顏色就在自訂那裏加進去 那就OK的了 接著就是拆膠 拆膠這裡 你見到第一個開了那個 其實就是意思刷你寫出來的筆 拆膠這邊也會有三個大小給你選擇 你自己選擇吧 大中小就是拆多點拆少點的 譬如現在這個 就只是拆你的畫筆 這樣就會拆了 如果你想還原的 其實你按這個 它就會還原 現在已經畫了一個螢光筆上去 你只要開了那個紙刷除螢光筆 你就會保留自己原有寫的字 就只是拆了螢光筆 所以拆膠這裡的功能 大家可以自己開開山山地 一邊拆一下去參透一下 最主要其實都是這兩個功效 另外隔壁就是螢光筆 螢光筆這裡一樣 你會見到這裡會有顏色給你選擇 你也可以自己預設的 跟剛才那個畫筆的功效一樣 我預設了三個顏色 另外你會見到有三個圓圈 就是螢光筆的粗有大小 你也可以在這裡設定好 你設定好後 就方便你自己去用的時候 一樣不需要教來教它 情況就是 例如你選擇一個藍色 選擇最小 就是這樣 粗一點 再粗一點 就是這樣 螢光筆就是這樣 再旁邊你會見到一個正方形 圓形三角形 那我們要做什麼呢 一樣 選擇你自己要的筆頭 然後我們就可以開始畫 譬如你畫個圓圈 如果你用這個來畫圓圈 你就會見到真的一個圓圈 如果你用指筆畫圓圈就是這樣 另外我選擇一個紅色 你畫一個三角形 你看到其實它裡面是幫你填了顏色的 如果你不想填顏色 就關掉這個 都是按拆膠 直接開了第一個就可以了 你點這個位 你看到 就已經把裡面的框框拆了 旁邊這個繩索到現在 仍然有觀眾問 可以怎樣拖那個 那個拖這個 我們現在就試一下 你看到我現在是全部開了 首先可以圈著它 拉 然後點一下 這個字 就會有螢幕截圖 調整大小 嘟嘟嘟嘟嘟嘟 螢幕截圖那裡我就先不說 你可以調整大小 調整完大小再點一下 顏色 去改變你的字的顏色 另外這裡 這裡還有一個轉換的 轉換這個成文字 其實我自己都沒有用過 所以我都不知道我來做什麼 另外剪掉它 剪掉它 可能你要貼去 下一個月份 10月 你按一按 貼上 就會有你剛才的字 這樣 另外就是拆除 可能你寫了一抽字 你想拆這個 你都是按好像那個圓圈承索 我可以圈著這個字 按一下 拆除 這樣就可以了 你會看到有圖像 文字框 我們先找圖像 如果圖像 我現在是開了圖像 你圈著 你可以動這個圖像 如果你是沒有開圖像 你是動不了的 當你點一下的時候 你就會看到有調整大小 可以調整你照片的大小 顏色就沒有一條 也可以剪一下 複製、拆除 這些全部都可以的 好了 有些朋友問 螢幕截取是用來做什麼 你按這個 它就會卡住了你這張照片 這樣 你卡住了這張照片 你怎樣做呢 你只需要按分享 然後可以按儲存 或者copy 但當然這個功效 我覺得是沒有功效的 你不會無緣無故卡住這張照片 但我自己有用過這個螢幕截圖 我突然可以示範一次給大家看 我會在什麼環境下 用這個螢幕截圖 這個就是相機的控制 另外你看到它還有一個文字框 文字框是什麼 這裡有一個T字 你按了之後就是打字 這裡打了一個字 你沒有開到文字框 你圈的時候 其實你只是圈到照片 所以你要開文字框 你才可以動到剛才的文字 但是如果你關了手寫 其實這個是不能動的 你會看到這個文字框 你會看到 所以如果你全部都開了 就可以一起動了 看見到嗎 或者把這個 放上去 放了這個字上去 你圈著就可以一起動了 那要講一講 你會看到剛才這個字 是可以放到照片上面的 但是這個字呢 你看到是會沉底的 為什麼呢 它其實是有分次序的 我們最開始的時候 是用白色字寫Hello 第二個就是出張照片 第三個就是打了這個字 最後那個字 就可以放在上面 但是你第一個那個 是不能放在第二個那個 它會沉底的 那你怎樣呢 很簡單的 按這個 按複製 然後在這裡點著 貼上 這樣就可以放到下去了 然後呢 你就可以圈著 一起動了 所以如果有時候 你譬如寫了一抽字 你想放上去 你看到沉底了 那你就用剛才那個方法 將那個字 COPPING AND PASTE 然後放在你要的位置 那你就可以一起動了 那你這個就可以刪除了 或者用拆膠拆了 這樣就可以了 那承索那個就是這樣 那好了 那接著就是相片 你選了相片 你就點一下 那就會有 裁展和分享 你按裁展 那裁展呢 那裁展呢 你可以選擇這樣 去裁細你的照片 又或者 在FREE HAND 那裏 那裏 只要 一件事 這樣 那這樣 那所以其實相片那個 那裁展就很簡單 就是兩個選擇 一個就是 寬著你 把你的照片 去改變的形象 大小 另外一個就是FREE HAND 你可以隨意你自己 去寬你那個 想要的位置 但是如果本身你的照片 不是PNG 就像我現在這樣 那你就會有大儀式 在那裏 所以有些朋友 就問 怎樣可以沒有大儀式 即是你要把照片 變成沒有大儀式 那就一定要去做退地 那這個就 稍後再講 那相片那個就是 那麼簡單 那旁邊那個就是相機 即時拍照 那我就沒有用的 再旁邊那個T字 就是文字 一樣你就會見到 有三個顏色 給你選擇 可以設定好了 B字就是粗幼度 再旁邊就是你的字 那怎樣去輸入一些新的字體 那怎樣去輸入一些新的字體 我在另一條影片有教過的 那大家可以看 那條連結我都會放在下面 那大家可以看 那怎樣去加入一些新的字體 那打字 我們都不斷試一試 那譬如我選了紅色 打字 那我先選一個字體 那打完字 那你可以highlight它 highlight它 揀剪下來 copy 貼上 字體粗幼 highlight 那你打完字之後 可以在這裏按一下 轉字體 轉字體 那亦都可以框回去 這裏調整大小 轉顏色 一樣其實是可以複製 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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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時候你的字太近 你圈的時候會一起圈 甚至這樣 那如果你只想圈這個 圈小一點 這樣就可以了 那最後這個 其實我沒有用過 我猜這個應該是一些 教學 就是你去做一些演講 或者做一些教學 好像Laser那樣 去圈著你需要講的位置 那便方便學生看 那我猜就是這樣 大致上上面那一行的功效 就是這樣 那之前的影片 我有講過 我是用keylook 去save我的貼紙 但其實我都沒有用keylook 很久了 但我現在入面 開不回來給你看 因為我上星期 我剷過一部機 所以入面沒有資料 我亦都沒有backup 所以這個就開不了給大家看 另外有條影片 就是 告訴大家 我在goodnots那裏 做了個Sticker Book 這個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我就用這個方法 去放我的各式各樣的Sticker 所以其實keylook 我就已經沒有用了 那我就會用這個方法 繼續去save我的貼紙 但有時候 我現在都未必說 會加很多貼紙 又或者是懶得去找貼紙 那如果我真的想去找一些 很普通 譬如箭嘴這些貼紙 但我又不想去找 那可以怎樣呢 那你就可以下載這個appsjiffy 那我先開了 開了之後 你就可以按Sticker 然後就在這裏搜尋 那你搜尋 就要用英文搜尋 那我想中文 我沒有用過中文搜尋 但是大家可以放心 如果你說我不知道那個字的英文 那大家就可以在翻譯Google那裏找 那說實在 我英文也是極差無比的 所以我也是用打個中文 然後翻譯英文 再在這裏搜尋 那它好像箭嘴一樣 那你就在這裏搜尋 然後按Sticker 那你按Sticker之後 譬如如果我想要這個 按實 拉過來 看見到嗎 那你就會有這個圖案的 但是好像這些這樣在動的 你按實 拉過來 那你有機會是沒有做一段的 為什麼 因為你一拖的時候 其實它是拖它動到哪一個位置 那你就不要選這個 那你像這個這樣 按實 拖過來 那你一樣都是 可以調整大小 但是呢 你就轉不到顏色 這個 例如我選紅色 那你就轉不到顏色 就真的是它原本 Ovisional的那個顏色 那所以現在我覺得在這裏找 就超級方便 就是我又 不用慢慢在那裏找貼紙 譬如那些字 你都可以這樣拿到下來 那我就可以再試一下 那譬如我現在打了這個 是一些膠帶的 那我超級方便 按住 拖過來 那你就有的了 那你就會看到有那個膠帶的了 是不是超級方便 即是當我用了這個之後呢 我連上網找貼紙 想save 都開始沒什麼找 那當然例如某一些圖片 都是必須要找的 那好像這些 那我仍然都是在Pinterest那裏找了 之後呢 就會放到自己的相簿那裏 那便方便去做那個日常 那大家就可以用這個方法了 去搜尋不同的東西 甚至乎你要放寶麗內的相簿 其實這裏全部都可以找到的 所以是超級方便 當你用了這個之後 其實你的貼紙簿 你會發覺愈來愈少去save貼紙 因為這裏都可以找到 那當然 可能有些很特別的 你這裏未必找到 但如果你說好像我 需要簡簡單單 不是太過複雜 或者奇形怪狀的貼紙 其實我這裏已經可以找到的了 那譬如我 因為我自己用Poodle 那有時候可能有一些日常 都會記錄到我小狗的東西 那譬如我帶這裏Poodle 都可以有Poodle的公仔 那我說很可愛 那我現在經常性 都是用這個去找不同的貼圖 甚至乎我自己學語言的Notes 有些想去記錄一些標誌 那我都是在這裏找的 所以大家可以直接下載這個apps便可以 那這個就是Procreate的apps 那這個我除了要學一下畫畫之外 最主要都是用來做YouTube影片的封面 那當然你會畫畫 其實它是有很多功效的 那再旁邊這個就是Pinterest 那Pinterest 其實大家可以自己開一個帳戶 因為你開了帳戶 你就可以減少很多不同自己混的素材 到時你要再找到 都會容易很多 那譬如這個 那譬如這個 是一些我專門放一些女生的圖片 那又或者像這個 那樣 之前的電話上了11.4 然後想去Decorate的電話 那我弄了的 但我最終都剷掉了 因為它一定要彈一彈 apps才會進入 那我覺得太慢 而且會令到手機都慢了 所以我就剷掉了 那譬如好像一些字 那一些食物 那基本上在Pinterest 你都可以找到各式各樣的素材 那你就自己找 一樣都是打英文搜尋 打中文都可以 不過好像就出來不夠英文多 那譬如好像這些 我就會自己找到很多不同的素材 那當你找到素材之後 就會有出現一個問題 就是最多朋友問的 我想是沒有了PNG 因為我自己也是在這裡找 找完之後我就去做 變成一個PNG 那譬如像這個 那你先測試圖 那我再測試多一個 那你先下載了圖片 那下載了圖片之後 然後就去這裡 這個apps 那之前我也有介紹過這個apps 那我都會放在下面的 Eraser這個 那你按進去 那你可以打動那個iPad 那我就不打動了 就這樣了 然後在這個位置 左上角 按照片 就有剛才你那張照片 那你在這裡看到有一牌子 那你可以選 你可以剪掉了 那張照片大小 但反正你還是要那個圖 只是那個圖 所以不用搞那麼多東西 那直接選第二個 選完第二個之後選第三個 那這裡可以讓你調 那個 退地的顏色 那這個可以等一會才調 你可以現在不用調 那要講一講 其實我之前的影片都講了 如果你的圖 顏色是偏白 那其實它會把你的圖畫都退 所以 如果這樣的情況 你真的要全人手去退色 那我就覺得很麻煩 那如果你的圖不是說 白色多於一切 那就最好 就像這個這樣 這樣中間 然後點一下白色的位置 你看到這裡已經沒有位置了 那你就拉這個 嘩 如果你調進一點 就會沒有了 拉這個 那你見到 其實 它本身這個是粉紅色 這條圓畫 但是它都會幫你退了 那你就拉這個 拉到盡 你看到可以了 它可以幫你做到 那你就保留 但如果你拉到盡 它也是沒有了 那你就沒辦法了 那你就要人手了 人手是怎樣呢 那如果像這個 我就會不要圖圖 如果你要人手的話 因為 都真的很麻煩 那就按第一個 按第一個之後 你會看到出了一個紅點 那你就自己在這裡 這樣慢慢 圈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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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了這個之後 save 之後就直接進到daily那一套 按相片 你就會看到圖片是這樣的 甚至乎可以點一下財展 我只需要一條羽毛 這樣也可以 譬如你現在這個 把這個搭上去 一起移動 又可以這樣 但是如果我把這個搭上去 你會看到是不可以的 就是我剛才所說的 你最早出來的圖片 是不可以搭在最後的圖片 如果我就是要搭上去 很簡單 這裡按覆制 貼上 你會看到就可以這樣搭上去 就是這樣 剛才有說過螢幕截圖的 我自己是有用的 我有用是怎樣用呢 譬如這個這樣 如果我現在圈著這個 按覆制 貼上 你會看到它整張幫我貼上去 我按這個 螢幕截圖 你會看到有那個字 然後就按分享 然後就按照片 我直接COPY 這樣就貼上去 你是可以裁剪的 但如果我只是想要一張字 我連白底也不想要 你可以去到剛才的位置 圈著它 螢幕截圖 然後一樣按 墊序這裡 我就會Save 了一張照片 Save 了一張照片 我按回去退地的Apps 按這個 然後清掉底 但你看到這裡還有 都是清不完 清不完 很簡單的 按這個 你看到有一個紅色點 我就把這些都退掉 全部插進去 然後就可以Save 我的字可以完全沒有底色的情況下放在這個位置 如果你想做得很漂亮、很執著這些有底色沒有底色就可以用這個方法 今次的影片分享就到這裡 相信這影片應該可以解決大家大部份的問題 其實我自己都不是認識到一個什麼田地的使用者 只不過這幾個月以來我自己正在用的方法就是這樣 亦都比較順手、順心的可以寫到 如果大家還有什麼驚天地一鬼神的功能可以介紹給大家 也歡迎大家在下面留言 或者如果有什麼問題你也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如果我答到的我都會盡量回答 至於如何下載一些新的字體 以及如何儲存你的立即書籍 那條連結我會放在下面的位置 大家就可以看回了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我們下次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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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